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今天想和大家八卦一下 当年张静书和几位导演的那些事 张静书她原名叫张静 是她为求事业运改的名字 一个平凡的名字 一个出生在福建三明山区的普通女孩 小时候张静书家里条件不好 家中孩子比较多 爸妈根本管不过来 所以早早的就把张静书送去上学了 张静书上一年级时才五岁 因为年纪太小 上课听不懂 成绩也一直不好 这让在学校任职数学老师的张母 很没有面子 每次考试成绩出来 张静书都难免被张母暴揍一顿 直到后来 张富张母接受了张静书文化课不好的事实 并想着让她去学点别的东西 张静书这才去学的画画 就是这个不经意的决定改变了张静书的一生 初中毕业后 张静书考上了福州师范美术专业 如果没有意外 他未来可能是一名美术老师 但此时的张静书并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老师 他认为自己想要的未来不在这里 1995年 从福州师范毕业后 张静书一个人偷跑去了北京 他骗父母说 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美术系 甚至还从父母那里骗了一笔学费 到北京后 张静书一边在补习班学美术 一边寻找其他机会 1997年 在补习班老师的帮助下 张静书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大专班 虽然读的是导演系 但是他的一只脚已经提前跨入了女演员的大门 因为中系读书时 张静书认识了顾长卫 据张静书的中系同学说 那时顾长卫只要和蒋文莉吵架 就会去找他排友姐妹 还总给他带点礼物 张静书成了顾长卫的灵感谬思 白月光 1999年夏天 张静书排演毕业话剧《西贺》 就是顾长卫亲自掌进 张静书毕业后签约李沙红名下的荣幸达公司 据说也是因为顾长卫极力推荐 1999年秋天 张元导演给《疯狂英语的李漾》拍纪录片 还拍到了顾长卫和张静书 或许正是受了顾长卫的影响 张静书才会走上表演之路 2002年 张静书主演了顾长卫的电影处女作《孔雀》之后 才下定决心做一名演员 电影当时是在安阳拍的 当地人透露 电影拍摄期间 经常看到顾长卫和张静书一起出门散步 还以为二人是情侣关系 他们在剧组亲亲我我时 顾长卫的妻子蒋文莉 翠姐家里照顾刚满一周岁的儿子 蒋文莉被记者追问 张静书主演《孔雀》时表现得很大度 但不久后 他就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奔去了剧组 与其说是肩夫 不如说是捉奸 据传 蒋文莉到剧组后 对张静书破口大骂 甚至还动手打了他一巴掌 不过张静书的打也没有白挨 2003年《孔雀》上映后 便拿下了柏林电影节英雄奖 张静书的演技也备受肯定 从新人到以后 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时间转眼到了2005年 张静书认识了青年导演张家瑞 他虽然不如顾长卫之名 但也是拿过奖的导演 在张家瑞的帮助下 张静书又接连出演了《花妖新娘》 《芳香之旅》 《红河》三部电影 他凭借《芳香之旅》 还拿下了2016年开罗国际电影节影后 几身国际A类电影节影后 之后张静书得到了出演 尔东升电影《门徒》的机会 在电影《门徒》中 饰演独一母亲 也成为了他的演技高光 每次都会被影面拿出来盖章表扬 凭借这些成绩 张静书在港区占留了一席之地 也诞生了当年的名场面 金像奖红毯上 她公然踩了范冰冰的裙子 张静书已经做足了一线女性的架势 谁也没有料到 触及巅峰的张静书又瞬间跌落 2016年初《孔雀的姐妹》片《立春》开机 顾长卫又一次邀请张静书来演女主角 可直到影片杀青都不见张静书的身影 女主角也变成了顾长卫的太太蒋文莉 媒体通稿报出 蒋文莉不必嫌向顾长卫要来女主角 当初订下的女主角张静书 戏份几乎被删光 记者问顾长卫为什么删掉张静书时 顾长卫含糊其词 蒋文莉则用加强影片节奏淌赛 只是真正的原因不言而喻 就在蒋文莉凭借《立春》拿到第二届罗马电影剪影后时 丈夫顾长卫再次和张静书缴绘在一起 两人还被拍到深夜约饭 顾长卫的车阵门女主角也被媒体盖章到了张静书的身上 在网友们看来应该不是张静书 毕竟那几年和张静书关系最好的已经不是顾长卫 而是导演张家瑞 2007年记者拍到张静书和张家瑞吃饭逛街 两人还开开心心地去逛家具城 俨然一对情侣 媒体也用面秦曝光来形容他们 2008年张静书回北京的别墅时 张家瑞也被拍到经常造访 和张家瑞传绯闻的同时 网上还盛传曾有开发商出价3000万买张静书的出业 张家瑞互尽心切 立马解释 不光是开发商 投资商也曾高价邀请张静书陪酒 都被他拒绝了 只可惜张家瑞已经有妻子了 可能是为了避嫌 2008年9月张家瑞的新电影《远雷开机》 女主角从张静书换成了获斯宴 一个月后张静书放话 以后不演他的片子 张家瑞伤了心 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 很伤心地说 我还以为要养张静书一辈子 反观张静书 刚和张家瑞划清界限 就被拍到和一位外国男子同居 后来有人爆料 这名外国男子是法国制片人 来头不小 不过没过多久 这段绯闻便不了了之 2009年张静书兼演冯小刚的《腾山大地震》 又因为和小刚炮走得太近 惹恼了徐帆 于是蒋文立 徐帆等太太团成员 齐心协力封杀了他 传闻尚无定论 但是张静书确实消失了很久 在回归时 张静书就只能拍些不知名的烂片 甚至是网络电影 而内地出名的导演中 也只有陆川敢用它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用着用着 他又和导演传出了绯闻 2013年 陆川多次被拍到和张静书同行 张静书插足陆川秦兰的恋情新闻 见诸爆端 随后秦兰和陆川真的分手了 关于二人分手的原因 当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 陆川脚踏两只船被发现 但秦兰出面澄清 还表示是自己向陆川推荐的张静书 尴尬的是 张静书却主动搞事情说 是陆川的副导演找的我 合作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秦兰 至于陆川分手的原因 他推得一干二净 完全不知道 跟我没关系 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大导演敢用张静书 他只好屈尊降跪 跑去演一些婆婆妈妈的都市剧 结果扑得一点水花都没有 他也不是没有挣扎过 2014年 他今日的电影上映 还用凤子成婚来宣传新戏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确认能出演谍中谍舞时 他的团队又激动地发了宣传通告 可惜影片里 张静书的镜头加起来还不到20秒 甚至镜头焦点都不在他的脸上 细数他近几年的作品里 也就2018年上映的《无双》比较有水花 想回到巅峰的张静书 只能一次次翻身失败 去年张静书跑去参加了综艺《花花万物》 主持人是向来以犀利著称的小S和蔡康勇 但还没有等到小S的追问 张静书竟然主动谈论被导演太太团封杀的新闻 言谈间毫不避讳 最重要的 他还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 只是他没有料到 洞察精准的蔡康勇大胆追问 为什么你是女演员里面 唯一一个有这种传言的人呢 讲到这里 相信大家也都看明白了 真正让张静书沦为胡咖的不是别人的封杀 而是他自己从没断过的桃色绯闻 从顾常卫到张家瑞 又到陆川 顺着他的事业起伏 每次都能和导演擦出电影之外的火花 但奈何人家都是名夸有主的人 而他也不过是把绯闻当成上位的垫脚石罢了 看似都有情 实则最无情 有颜值又有演技 靠男人不如靠自己 千万别动的歪心思 走错了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娱乐风暴的所有新闻 下期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期待您的关注